我跟YT和德仔商量過之後 決定了明天早上十點半替你做手術 有沒有問題? 你是我主診醫生,我當然沒問題 我確認了你的腫瘤在左身房底部 如果用傳統開胸的手法去切除 我想很難完全把硬石包清除 其實你不用跟我解釋 是假的,我也是醫生,我很清楚自己的情況 你什麼身分也好 我也有責任告訴你手術的流程 又或者這麼說 你是有權知道你的主診醫生我 會如何處理你的手術 好,那你繼續吧 為了要百分百清除你身體內的癌細胞 我決定了用Cardiac Auto Transplantation 自體心臟移植? 在香港沒試過做這類手術 你是不是打算找我做白老鼠? 我承認用這個方法有點冒險 首先把你的心臟拿出來 在體外清除所有硬石包之後 再植入你的身體內 整個過程包含幾個手術 每個步驟都有它的風險 不過我們覺得這是最好的選擇 當然,你有權反對我們的決定 你有什麼意見? 我沒有意見 那對於你的病情又或者你的手術 有沒有什麼問題想問我? 有 沒有,我是不是會死於手術桌上嗎? 師父,已經用了一個小時五十分鐘了 拆開病人心臟移植 我被冒失了 了解嗎? 謝謝 幫我找1985年美國第一宗 自動抗扮的案例 我有些事想再確認一下 行 由這一刻開始 他只是一個普通的患者 希望大家用平常心 去面對這次的手術 大家一起努力完成它 謝謝你們 再見, 康明醫生 手術開始 是的 好, сем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